我劝你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做案例 为什么? 你听我说完 如果你符合这些特征 你还是放弃该放弃吧 我们都知道案例的事大及时 家庭是有希望奖励 如果我们做一个案例事业 让我们的家庭反而陷入一种被动 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大 那这种案例就不要去选择 更有生事 每个月去赚的钱 全部都用来囤货了 那这种案例做得 让家庭的经济状况严重的下滑 我们都说 案例为你生活天色彩 但这种案例做得 你倒是天道财 所以很多人吃营养素 花了很多的钱 让家庭的经济都出现困难 其实我们想如果我们的收入很低 那生活的社会的底层 我们的目标就是活着 而不是好好的活着 那虽然这句话很扎心 但确实很现实的 那每个月你赚了3000块钱 如果你把3000块钱全部都投在营养树上 家里吃什么 喝什么 家里面没有矛盾吗 那我们的另一半能不反对吗 案例特别注重家庭 那如果这种案例 你做得让家庭出现矛盾了 甚至走向了破灭 那这种案例 你为什么要去做它呢 我甚至见过有些人做案例 觉得反对自己的另一半 是他成功的垫脚石 天天喊口号 我要改变家庭的命运 是改变了 是让我们的这个家庭变得更差了 所以这种做法呢 一定是违背了公司的宗旨 一定是做错了 再说自由 案例事业给我们的是 自由创业的良机 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份案例事业 没有自由 每天呢 都被案例事业绑着了 压力一大堆的货 不出去卖呢 那就砸到自己的手里了 每天都在交易当中 去囤货 去卖货 只要停下来 就面临着巨额的亏损 那这种案例 它不是自由的 那很多人呢 甚至在案例事业当中 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了 无论走到哪里 都在打电话 连案例公司的免费旅游 都没有好好地去享受过 那这种案例 你做它有什么意义呢 就哪怕我们做了海外旅游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享受 三呢 是希望 我们做的案例 真的有希望吗 很多人做案例呢 越做越迷茫 越做越差劲 家庭的资产越来越少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差 亲戚朋友也不再往来 顾家寡人 同学呢 都给我们拉黑了 家里人呢 都反对 那这种案例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最后的结果 肯定就不干了 那如果 案例做的 让我们重判清理 别人看我们像呢 另一类 那我们做它干嘛呢 案例呢 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让我们享受生活的 不是让我们添堵的 最后一个呢 是奖励 那通过案例的事业 我们是可以赚到钱 可以去让我们生活 变得更美好 可以让自己 受到更多的 很多的尊重 很荣誉 但是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做到 也没有任何的希望 做不到任何的奖励 搞到呢 最后 车子也卖了 房子也卖了 孩子也不理我们 那一半呢 甚至都跟我们离婚了 那老人们 我们没有办法去 好好地死交顺 哪来的奖励呢 最后 你回头去看看 没有案例之前的生活 特别精彩 但是 做了案例之后呢 一看 全是黑暗 那这种案例 你做得 不如不做 最后 想一想 不如 此生 没有见过案例 那 好多人说 案例公司造 直肖难民的 其实 不是案例公司制造的 大家想一想 大家自己都是成年人 都是自己的选择 或者说在案例里面 让自己发现 那一份不甘心 做别的呢 总觉得 结果好像没有案例的好 那案例的结果 确实特别好 但是 需要正用正确的方式 正确的方法 或者 如果 大家想了解 我们世界第一 陈老师的经验 学习 原汁原味的真案例 简单 轻松 快乐 可以给燕子 点个关注 欢迎链接 燕子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